近日,乌克兰媒体RBC,UA发布消息声称,该国情报机构表示,他们派出的特工深入西伯利亚,对俄罗斯腹地的贝加尔·阿姆尔干线BAM实施袭击,并通过炸毁俄境内最长铁路隧道的方式,瘫痪了这条中俄之间唯一重要铁路。 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按照乌媒的说法,被炸的是北穆伊斯基隧道,该隧道在与蒙古国接壤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是俄罗斯全境最长的铁路隧道,长度超过15公里。 负责此次行动的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PU,但该机构拒绝透露幕后黑手是谁,而是声称获胜之后再说,不过北穆伊斯基隧道距离乌克兰有将近5000公里,而BAM长度也超过4000公里。 很明显,乌克兰是派遣特工深入后方,在确认信息之后再发起袭击行动的。 据说在15公里长的隧道内有4个炸药包被引爆,不清楚炸药包是提前放置在隧道内,还是放在列车上被带进去的。 被炸的是一列有41列车厢的货运火车。 这列火车似乎还有三个车厢是放航空燃油的。 乌克兰认为俄罗斯使用这些铁路系统,来运送军事人员或者物资。 虽然乌克兰方面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俄罗斯似乎并没有承认。 俄新社报道只是提及有货运列车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穿越隧道时起火,而没有提及爆炸一事。 显然,乌克兰单方面发布的消息,也只能算是乌方一家之言而已。 而且奇怪的是,乌克兰特意将炸毁这条铁路干线,与中国联系起来,并暗示警告中国。 基辅的相关消息不仅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中俄铁路大动脉,而且还按搓搓指责中国对俄公武。 RBC、UA也没忘记拿中俄关系说事,指责中国没有制裁俄罗斯,并提及美国多次警告,要求中国不能援俄。 基辅试图暗示,上述交通动脉是俄罗斯用来获取中国军事物资的,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已经一再表明态度,中国并不想看到俄乌冲突,而是希望双方握手言和。 所谓对俄公武的无端指责,完全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真正在大张旗鼓攻武的,一直都是美国,还有跟着美国混的那批小喽啰。 乌克兰自己正式接受西方攻武的国家,但问题是,乌克兰拿了那么多的武器和资金,却还是打得很窝囊。 现在的俄乌战场,乌克兰的情况更加令人不忍直视,本来基辅是想通过持续几个月的反攻,来作为向西方索要军备的筹码。 但乌军越打越拉胯,比俄军还拉胯,现在局势反而进入僵持状态,而随着巴以冲突爆发,美国也开始冷落乌克兰,泽连斯基想要的军援,到现在都没有着落。 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就开始碰瓷中国,试图通过炒作中俄话题,继续来吸引西方的关注,但是乌克兰这种行为属实可笑,污蔑中国,并不能给乌克兰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而且,要是乌克兰在战场上打得赢的话,也不至于需要靠着这么多的小动作去吸引眼球了。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试图通过此次事件来转移国内外对其军事窘境的关注,但这种戏法或许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 乌克兰政府通过公开宣称对俄罗斯铁路干线进行破坏,试图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来达到多重政治目的。 首先,这可能是为了分散国内外对乌克兰军事困境的关注。 通过引发国际关注,争取更多的支持,其次,通过将矛头指向中国,乌克兰或许试图借助中俄关系的敏感性,挑动中俄之间的不和。 乌克兰的暗示和指责不仅令人费解,更可能给中俄关系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国际舞台上,中俄一直强调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而乌克兰试图将其拉入内部矛盾中,可能影响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 乌方可能认为通过制造中俄之间的摩擦,能够获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但这样的政治算计或许会带来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后果。 面对俄罗斯军事行动,乌克兰一直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希望得到西方盟友的援助。 由于乌克兰自身的军事表现较为疲软,国际社会对其支持的态度也变得谨慎。 通过这样的战略性事件,乌克兰试图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处境的关切,尤其是期待更多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政府通过这一袭击事件试图在国内树立对外强硬形象,为自身政权在内政上获取更多的支持。 可是这种虚张声势的政治手段未必能够解决国内的实际问题。 尤其是在军事上的挫折仍然让其面临内政困境。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国家间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乌克兰问题,中国坚持不倒,不参与地缘政治对抗,更不会加入任何对抗俄罗斯的行动。 所谓的对俄公武纯属无稽之谈,是在蓄意制造谣言,试图将中国牵扯入俄乌冲突的漩涡中。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在全球范围大张旗鼓公武的,一直都是美国及其一些盟友,而不是中国。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 对于乌克兰的问题,中国采取了负责任和谨慎的态度,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路径。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持续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愿意为促进和平与对话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加入地缘政治的明争暗斗。 尽管乌克兰自身接受了西方的军事援助,但实际应对俄罗斯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乌军在战场上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实力。 本来,基辅政府希望通过持续的军事反攻,向西方索要更多军备援助,以增强自身实力。 然而,乌克兰军队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表现疲软,局势陷入僵持状态。 此外,随着全球关注重心转向巴以冲突,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冷落乌克兰。 泽连斯基所期待的军援也未能及时到位。 所以,乌克兰当前陷入的困境可谓是援助不如意,局势陷入僵持,西方的支持并未如乌方所愿,使得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感到孤立。 未来,乌克兰政府需要审视夺势,重新评估军事战略,寻找更加有效的解决途径,以化解当前的危机。 这一局势也提醒着国际社会,军事对抗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对话协商,推动和平解决争端,以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各方需保持冷静,共同努力促成冲突的和平解决,面对军事困境。 乌克兰似乎选择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手段,试图通过炒作中俄话题来重新夺回国际社会的关注。 然而,这一举动引人质疑。 不禁让人感到可笑,乌克兰近期选择将矛头指向中国,试图在中俄关系上制造波兰,借此吸引西方的注意。 然而,这种不负责任的指责并不能为乌克兰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相反,污蔑中国只会使乌克兰在国际社会中更显不自量力。 更为荒谬的是,乌克兰政府在军事上陷入困境,居然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碰瓷中国。 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能够取得胜利,也不至于需要靠这种小动作来争取关注,这种试图通过搞小动作来转移视线的做法。 只能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无奈之举,乌克兰政府应当正视当前的军事困境,寻求更为务实的解决方案,通过对话和协商,争取更多支持,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在这一艰难时刻,真正需要的是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通过无端指责他国来试图转移交点。 俄罗斯对此次事件的回应也至关重要。 如果俄方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乌克兰的言论是虚假的,将有助于打破乌克兰所制造的紧张氛围,若乌克兰的指控得到证实,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强硬立场。 这将使局势更加复杂,中俄两国需要协调一致的回应策略,以保护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外交上,强调事实真相的调查,同时敦促国际社会保持冷静,在军事上,加强双边合作,提高战略协同,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望揭晓此次袭击事件的真相,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相关调查结果,并对乌克兰的行为进行评估。 如果乌克兰政府被证实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其国际信誉将受到损害,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国家对其保持谨慎态度。 中俄之间的友谊就像长江黄河水一样奔流不息,永不停歇,就像莫斯科保卫战一样坚不可摧,中俄友谊的长青树,岂是随便几句污蔑就可以撼动的。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字幕志愿者 请 PAC